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 4月16日完成航次任务敌翻广州 这是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一次大规模深海探测共享航次 该航次历史36天 航程3000多海里 完成了来自中国国内不同机构的多项科考任务 取得一系列联合创新成果 该航次承担的任务来源于国家地质调查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开展了20多项海上科学考察任务 18家涉海机构 111位科学技术人员 含科考船员29人 参与执行航次任务 此行取得了多方面主要进展 其中多类型潜水器协同开展冷泉调查获得新发现 科学人员开展运用潜水器 在南海北部路坡西北部海域开展联合调查 发现新的海底大型活动性冷泉 基本查明其分布范围 地形地貌 生物群落 自生碳酸炎炎及流体活动等 据介绍 冷泉就像荒漠海底中的一片绿洲 它滋养了包括从海底军席等微生物 到海底贝类蟹类海虾类等高等生物的一个完整生态系统 是由来自海底地层中的寒气流体 主要为甲烷气体 以喷涌或渗漏方式注入海水中而形成 海底冷泉的调查研究 对天然气水核物战略资源 地球物质运动 能量交换 传输与环境效应 生命起源与演化等前沿科学领域 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